又气恼 为什么上台要签证 抽血就不用 那个夏天 还有一件属于你们的感动 活聚首提名开始了 于是你第一次知道 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繁琐的投票 当它正式出现在名单里时 你骄傲的 好像是你提名金宝 你突然感慨 原来为一个人付出 是那样快乐的一件事情 年末 那个拒绝了他两年多的MNET现场 居然告诉他可以上场 脚踝受了伤的他 打着封闭 被人搀扶着出现了 可是舞台上 他却依然霸气如枉 A Man in Love的舞台 他带着伤 那一个个跺脚的舞动 就像针扎到了你心里一样 可是你虽然疼 却没有说半句阻拦的话语 因为你懂得他对那个舞台的渴望 最后他对着话筒 大声地用中文对你说 他谢谢在中国的你 他爱你 那一刻 你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08年 他开始频繁地回国 于是你激动不已 可是你又开始心疼起 他两地奔波的疲劳 08年 那个冬春交替的日子里 最开心的就是他当选为火炬首 那天的启动仪式 好似成了你和他的单独狂欢 他在上面尽情地歌唱 你在下面开心地鼓掌 当他一袭红装 启动了传递仪式的时 高唱中国人红起来的时候 你突然的产生了一种错觉 你觉得从此以后 他就会像歌里唱的一样 一切都好 然后你知道 08年 他要在祖国再次出道 于是你开始盼望 热切地盼望 好似娇羞的女子 盼望着许久未见的心上人 就像兄弟盼望着 出征归来的战友 又像母亲盼望着 自己晚归的孩子 等待是什么滋味 你深刻地体会到 是那样的难熬 但又是那样的幸福 他中文专辑的MV影像公布了 只有短短的几秒 可是你却发了封死的 不停地点击重播键 谁也不会了解 重播键带给你的快乐有多神 然后你知道了 他正式回国的日期 于是你觉得你的内心 好像都要被幸福和喜悦撑破了 你带着满满的喜悦和思念 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 发了疯似的自暴家宅 别人以为你疯了傻了 你却只是笑 傻傻地笑 幸福地笑 因为你相信 死时的他和你一样 他的喜悦感不会比你少 终于 4月8日 他以新人的姿态 在祖国出道 那天是他母亲的生日 那天也是他和你的纪念日 那一支舞蹈现场你是傻笑着看完的 然后发现脸庞是湿漉漉的 别人问你是在哭还是在笑 你只是傻笑 哭着傻笑 08年的春天 你觉得特别的美好 特别的温暖 历经了五月的阴霾 他也仿佛失去了笑容 那天 为了你 他笑了 08年最让你温暖的就是那个笑容了 因为你知道 那是为你绽放的 他看到了你的努力 他知道了你的难过 他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懂 或者说其实你们早已经彼此懂得了 08年 你陪着他迎来许许多多人生的第一次 第一次亚洲演唱会 第一次的个人广告代言 第一次在节目里 他冲着你扮鬼脸 第一次放歌 在北京的太庙 第一次身着唐装吟唱 引来众人的赞赏 第一次手持火炬奔跑的骄傲的奔跑 第一次以主演的身份被剧组圈养 第一次以青年演员的身份 接受中国各大媒体的采访 第一次以队长的身份 捧起年末各大典礼的组合奖 第一次和他一起献出爱心 第一次看到他只为你而笑 第一次有主持人指着他对你说 喜欢他你是幸福的 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啊 你觉得和他在一起的幸福 是那么的真切 一切都那么美好 当然 也有第一次的负面报道 第一次的绯闻风波 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捆绑 第一次面临家园 长期被爆 可是你依旧开心 依旧幸福 依旧充满希望 因为你喜欢的他 依旧勤勉 依旧从容 依旧执着着他的梦想 那么看着这样的他 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回味你和他的过往 你发现你们之间 从未有过真正意义的狂欢 好像每次快乐 总有伤痛紧随其后 比如第一支广告 第一次电视剧拍摄 原来都有那么多的波折 你发现你们之间 从未有过大的浪漫 他从来没有对你说过甜言蜜语 宝贝 亲爱的 这些话从来都是你对他说 你发现 他不像别人那样煽情和浪漫 你觉得有点委屈 可是转眼间 你突然发现 每当你困惑难过的时候 他总是在第一时间出现 通过UFO 或者是让一阵风 上来消息 他用UFO告诉你 他和你一直在一起 他让风告诉你 09年你和他会一切都好 你 豁然了 你明白了一件事情 这个人给你的 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浪漫 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 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你最需要的 还记得和他一起共唱 我愿意和爱的翅膀吗 其实那就是属于你们的彼此告白 那样的歌曲 不是谁都可以听得懂的 除了你和他 那种浪漫 不是谁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除了你和他 08年的春天 有你和他最美的回忆 09年的春天 他出差在外 不要担心 他会不开心 不要纠结 他会没有掌声 你要相信你的眼光 你喜欢的他 他周深散着光芒 也许不要眼 可是却持久 这样的他 在那个国家 是有人喜欢的 也许 不似你对他那般深情 但是 深情如你的 有你一个 不就够了吗 谁都无法提问 你们之间的感动与快乐 有些感动 他只给了你 就像 那一曲《愚人码头》 只有你 才会听出 他的努力 和那歌曲中 无法言说的深情 还记得 他首场歌友会的主题吗 我们从未如此接近 你和他 一直都很接近 因为 你们住在 彼此的心里 09年 他会给你 怎样的惊喜与感动 等待吧 安静的等 开心的等 整整一个春天的想念啊 他在那里会感受得到吗 也许 他也用同样的心情 想着你吧 一直以来 都觉得寒庚 就像沙漠里的仙人掌 很多时候 就那样孤零零的挺立着 没有高人 给他温室的待遇 没有后台 供他享用园丁的照料 靠近他 就会被扎得微微的疼 远离他 又会渴望近距离看看 这沙漠中为数不多的绿色 条件或许苦了点 可是 只要一点点阳光 一点点水分 他就可以奋力的生长 也许有人说 沙漠里的植物是悲壮的 可是谁 又能了解 那悲壮背后的自豪呢 我是耕饭 我 骄傲 我 亏 我 骄傲 亏 客人 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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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